姜汁小排的制作步骤是 第一步 排骨入锅中加料酒焯水备用 第二步 锅中入油 爆香葱姜 干辣椒 放入小排 加老抽生抽调味 第三步 加适量啤酒 高汤 焖煮20分钟左右 第四步 练起锅放上排骨 浇上姜汁 撒上葱姜段 变温片刻 出锅即可 今天这次进行的是大厨烹小菜 那么这个环节 我要烹的是姜汁小排 姜汁 我们用的姜好像也没太多 是吧 这个就是最后的 我们要在小排煮熟之后 然后我们要用姜汁再给它再炒一下 这样姜汁的味道会很浓 就最后的时候让它体现姜的味道 好嘞 那第一步 我们应该操作 大厨 那我们从超市买回来 这个小排呢 要是斩好的 那我们直接把它放到锅里去焯水 焯水 加一点料酒 好 料酒去腥味 好嘞 那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呢 我们把这个香葱呢 给它改成一个段 小香葱啊 跟我们那个山董大葱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它比较香 然后它这个呢 主要是提供它的颜色 到最后我们出锅的时候呢 这个颜色会非常的脆 那我们要准备的这些香料呢 就是葱姜和干辣椒就可以 干辣椒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发现我们做这个肉类的 它味道会比较重一些 对 没错 尤其是这个猪肉啊 它这个腥味还是有一点的 没错 用点辣椒啊 姜啊 多一点比较好吃 这边焯水 然后呢 焯的差不多再把它捞出来 捞起了 好 这就成了 今天这个小排还是算是挺大块的 秋天呢 吃点小排还是比较滋补的 对 因为猪肉呢 本身有这个滋阴润造的作用 咱们刚才说的玉米 我秋天时候也愿意吃那个小排啊 和玉米一起来炖或者做那个南瓜 对 对 这种丰收菜 我们叫丰收菜 特香的 特香的 但总觉得秋天有个特点 就一不想就容易吃多 对 因为秋天呢 它的食欲比较好 对 人呢 是这个消化液分泌多 所以我们食欲旺盛就吃了多 吃多以后就容易天秋飙了 所以秋天得小心点 小心发胖 对 把锅里边来点油 对 稍微倒点油 这个油量呢 不要太大 因为我们这个小排呢 会微微出一点油 对对对 现在它脂肪含量不是很高 但是它还是会出油的 肯定出油 来点姜片 嗯 这个葱姜呢 炒一下 这个姜没用太多量 但我在想说这么少的姜 会出来再想要那个姜汁的味道 咱干嘛不把那个姜 倒成一个汁 你看 这个时候这个姜呢 主要是给它有一个葱姜的香气 对 让这个小排的这个肉呢 提出这个香味来 最后我们要再给它 加这个姜汁的时候呢 咱要去吃这个姜的味道 那个时候因为它煮的时间 一个要短 然后呢 要浓 这个姜汁呢 要量要大 之后要给它加进去 浓浓的 我们吃起来的时候 才是一个姜汁的味道 好 来 干辣椒 好 下锅之后呢 小排直接就可以下去了 好 这时候呢 我们来反复的把这个小排炒一炒 好 那来一点老抽 让它老抽 真是 我觉得老抽啊 一爆完香中 那个颜色就会整个贴在我们那个猪肉上面 小排我们吃过那个无锡的排骨 对 无锡排骨 它那个排骨就是红到不能再红 它是用红曲 就是 用红曲米 所以呢 是那种红颜色 而且是甜口的 对 那个好吃 北方人呢 不喜欢吃甜排骨 对 一般他们都喜欢 对 太甜 太腻 所以咱们南方人和北方人烧排骨啊 用的酱料就不太一样 没错 这边呢 大叔用了点酱油下去 酱油糕 加的老抽 老抽 生抽 用老抽和生抽 用老抽和生抽 它这个咸味还不可以 老抽呢 酱色浓 对 生抽吧 更咸鲜一点 更咸鲜 更咸鲜 酱油爆香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加酒了 那天我们用到的呢 啤酒 啤酒 夏天的时候没少喝 刚才我们看这个颜色还以为是姜汁 我在想这些问题 大叔 你看 有的时候我们做菜用啤酒 今天你用了一大杯 对 有的时候用那个白酒 有的时候还用料酒 有的时候用花雕酒 有的时候用日本的味瓶 你告诉我们这些有什么区别 各种各样的酒 那它会有它自己的味道 对 那我们用它来做料理的时候呢 那它这个个子的味道呢 又会放到 就是沾染到我们用的这个 做的这个食物那种去 对对对 那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口味 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说是用了啤酒 那我们如果是用了花雕酒的话 那它就没有这个啤酒化的这个香气 啤酒 就是啤酒它特有的那个麦芽的味道 麦芽香味 对 那它就会体现了咱花雕酒的那种香气 花雕酒就是比较 它就是很纯优远的那种香 对米香味 米香味 米香 这个小排呢差不多要煮到15到20分钟 那我们这个水量一定要够 你这个高汤是煮豆芽用 生下来的 豆芽的那个素高汤 完全可以用素高汤啊中骨汤都可以用了 这个的要求不是很严格 就把那豆芽直接清水煮就可以了 对 好盖上盖子 20分钟左右 15分钟到20分钟就足够了 我们在这里把它煮熟 然后把它捞起 然后和姜汁啊香葱把它混合 哦再重新再炒是吧 这才是我们成功的一半 这就是一个初步的熟处理 就是20分钟以后再告诉您这姜汁排骨该怎么做 现在我们的猪排已经煮差不多了 记住我们把它捞出来是吧 来我们把它换到这个锅里来炒一下 调色已经上了一些了 加姜汁给它来炒一下 来来来 我们这边这个猪排骨啊 你这样一煮我发现它那个肥肉的部分 本来就没多少 这么一煮可以说零了 对 比刚才缩小了不少 这次炒的时候没放油 对 整个都没放油 这个就不需要油了 好 那不放油我们直接让干炒它 来姜汁嘛 姜汁我们在家里面直接 我们直接用这个榨汁机 来榨取这个姜汁就可以 对 差不多有小半碗 给你上菜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用姜汁烧一烧 其实这才是真正入这道菜的这个味道 这个就是姜汁这个精髓的这个部分 对 为什么呢 它这个姜汁啊 有非常强的这个碱液的作用 有的时候我们在夏天的时候 在厨房里非常热 然后我们就会切一片这个姜 含脑嘴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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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会有这个非常清新的这个姜的这个香气 而且现在呢这个姜汁里面一些有效的成分 还有抗氧化防衰老的作用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喝姜汁酒 用姜汁来洗头发 用姜汁来泡手 泡脚都比较多 不光是有调味苦的那么简单 对 也是非常保健的 尤其是和秋季 秋季的时候 对秋季用来养生呢 用姜还是不错的 那有那么一句古话吗 叫冬至萝卜下吃姜 秋天的时候姜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凉方 对 那这边我们所有的排骨都 葱下去之后呢 我们溜溜一盖锅 差不多让这个葱溜溜一手 那就可以了 现在就成了 那咱现在直接就尝一尝到 好吧 来来来来尝尝看 我觉得今天这道菜 我们吃它的时候呢 可以用手来直接拖着那个 那个坝的位置 来来抓一个小坝 嗯 哇 这样的还是很浓郁的 嗯 因为是选择是猪排 那个骨头还带着 所以你啃它的猪就很有情趣 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 吃肉一定要吃点在排骨的感觉 带排骨的带肉的 就是没有骨头的这个肉 就感觉没有生命 切骨肉呢才会最香 最香因为它老活动 对 嗯 很香的一块肉 而且因为有一些姜汁的关系 它里面那个姜汁的味啊 真的渗透到那个肉里面去了 肉里面去了 很好吃 如果你喜欢的话 真的要再在家里面试试 等于是烧排骨之后 又再重新又烧了第二次 重新回了锅 回了锅 很不一样的 今天谢谢我们高厨 带来这么好的菜 谢谢高厨 谢谢我们顾老师 谢谢 不见 我是大紫围 我们下期的大厨奔小菜 不见 不散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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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